請各位一樣開啟那個練習檔 範例檔裡面的檢視與參照的 第 第二個檔 就這個檔 打開之後的話,裡面特別注意 它第一個工作表,所以你簽到第一個lookup工作表 那 這一題主要是要我們做什麼呢?如果我今天 左邊的部分是 我的資料來源 所以你會發現它一定是這樣的型態 什麼樣的型態呢?如果以後你要做資料 不管是 你是做一般性的資料,或者是說你要把它融入到我們那個 就是中文系的相關資料處理的話,記得就是 在 Excel也好,或者是其他像資料庫也好,它一定是長得像欄位式的 也就是哪一欄 然後姓名是什麼 總銷量 總名次 如果說將來你要處理像什麼呢?那個 什麼 唐詩三百首 當然第一個你就要把那個詩 詩的也是編號 第一首 作者是誰 有沒有 然後呢,裡面可能是不是有一些 提解 然後他的詩 詩的內容 也許詩的話你是不是可以 也許是不是猜成不同 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 如果你不猜的話,你就是詩的內容 OK 然後呢,也許就是 再來就是 這首詩裡面 他有沒有什麼標籤 所謂標籤就是這個 詩有沒有什麼主題 OK 主題的話,比如說他是 什麼 他是邊塞詩 還是什麼呢 還是講的是 這個 相仇 還是講的是 等等 你就把那幾個主題 把它列出來 那將來呢,我們可以用搜尋的方式 比如說我要找哪一首詩 那我就可以把那首詩的相關資料馬上列出來 或者是說我可以用搜尋,搜尋我比如說 我要找什麼呢 找某一類型的那種詩,那就可以馬上把資料全部都幫我列出來好幾筆 OK 類似就是用這種資料庫啦 這個其實也是跟資料庫 是一樣的道理 OK 那不過我們這一題的話,主要是左邊是資料來源 他裡面總共有12345個欄位 那右邊的話呢 指的就是我要查詢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005 有沒有辦法幫我把005的其他資料 本來是橫向的 四個資料有沒有 幫我把它變成縱向的 四個資料 那也就當我將來修改這個005的話 他可以自動幫我把這個其他的資料給帶過來 OK,如果編號 也就是說他是根據什麼 根據編號去取得他其他的資料 根據編號 OK,所以編號非常重要 一般就是說像 你們 無論做任何事情 你個人的話一定有身份證資 所以你的很多資料都是跟著你的身份資 OK 所以一樣的道理 這個就是資料庫 那這種資料庫的概念用在 我們現在 任何的 社會上任何的應用都非常的廣泛 工作上也是一樣 比如說你要買賣東西 像7-11 你說他結帳 其實他一下班馬上知道說今天的營業額多少 而且賣了多少哪一個東西賣最好 甚至排行榜都可以列出來 為什麼 因為就是因為把資料 放在資料庫裡面 那放在資料庫裡面的好處就是將來你要做一些 事後的統計分析就會非常的簡單 幾乎是瞬間就可以做完 所以如果了解資料庫的話對你們將來在工作上面有 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那我們這個單元主要就是所謂的檢視 檢視其實你也可以把它當成是 叫查詢吧 檢視也意思說 我用005去檢視一下這個資料來源 裡面有沒有005 有的話幫我把這些東西搬過來 那怎麼樣把它搬到 這邊來 第一個你可能要 第一個最重要的函數 在 ECL裡面如果你不會這個函數的話 基本上你將來的工作 一定會有問題的 因為工作上職場用的最多的 就是 這個所謂的查詢的函數 哪一個函數呢 第一個請各位插入函數 找到檢視與參照 然後再來的話呢 請你直接把它拉到最下面一個 剛好他的位置 剛好就是檢視與參照裡面的最後一個 特別注意 這個檢視與參照裡面的VILO函數 這個是應該是工作 無論是 只要是你是上班族 你這個函數不會的話 很多事你根本 做不出來 因為我到很多企業上課 幾乎每天用的最多就這個 但是呢 在ECL裡面不是只有這個函數可以查詢資料 還有其他的 OK 所以如果你希望呢 將來要查詢資料的話用這個VILO函數 剛好你們其中報告有個同學 不錯 他說他看到他爸爸每天 他爸爸好像 不是上 不是一般行政工作 好像要到 就是 但是還是一定要用ECL 他看到他爸爸用ECL用得很辛苦 他就 想到說他可以把這個學好 然後可以 教他爸爸 這導致還蠻好的 真的蠻孝順的 OK 其實很多時候啦 你一定要找到 還有一個同學是什麼 他的哥哥跟姊姊已經在上班 他年齡差比較多 他看到他 哥哥姊姊每天也都在用這些東西 他就覺得 他可以 在這上面如果多花一點時間 應該對未來工作是絕對有幫助的 真的 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今天可以把這個學好 以後找工作應該就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因為 如果你面試的時候 如果人家直接問你說你對這熟不熟 還要問你幾個問題 如果你都打了上的話 恭喜你 就很有機會可以進到第二輪 但是如果你一問三不知 ECL裡面 有一個V-R函數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這裡面到底做什麼 學校沒學過 換下一個 也許啦OK 我是這樣 所以盡量把這些東西學好 或者說第二個 你有沒有學過一個所謂的VBA的東西 有學校有必修還是試學分 你學的怎麼樣 如果我都 及格而且分數非常高 而且九十幾分的話當然最好 你總不能面試的時候說有啦我必修但是我被當掉了 這樣當然就 不過其實在這裡面的話當然花一點時間 OK好那接下來的話 V-R函數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他裡面會問你四個問題 所以V-R函數其實有點複雜 為什麼因為他要四個東西 而且 有四個問題你必須要理解 第一個問題 不過 我前面講過啦 其實函數最麻煩的地方就是你要看懂這四個問題 到底要什麼東西 如果你可以理解這四個問題的話 那其實你就可以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 第一個問題就lookup lookup其實顧名思義啦 就是要查詢 Value的話呢其實是什麼資料 lookup value就是說你要查什麼資料啊 那我就是意思說我要查005 查那個編號喔 OK 第一個問題 所以第一個問題是 你要查什麼 我要查編號 005 第二個問題是 table table就是一個表格 array的話就是範圍 意思就是那個表格的範圍在哪裡啊 OK 那個表格其實就是這個啦 以後看到這個就是一個表格喔 就是所謂的資料表 那我們選的時候記得喔 因為我要查不包含欄位的名稱 所以請你選的時候 記得選取從編號下方這個 一直選選到哪裡呢 選整個 把整個表格選起來 OK 選完之後的話呢就完成了 OK那第3個問題是 col其實是 colum的縮寫 colum 這個col指的是藍 index指的是第幾個 索引值啦 一般是第幾個 number是編號 意思 講白話意思是說 那是在這個資料表裡面 它是放在第幾籃啊 第幾籃啊 什麼叫第幾籃 這個 這個我們剛剛選的這個table有沒有 它裡面總共有幾籃呢 1 2 3 4 5 那意思說 我用這個 去幫你找一定是找第1籃 固定一定是 固定一定是只會找第1籃喔 這個是固定的喔 那找到之後呢 他會問就是在這個table裡面的第1籃 那找到之後他會問你說 那請問一下 我如果找到的話要幫你把其他的哪一籃的資料幫你帶過來 他一定會找同樣位置的 隔壁的 比如說我要找 姓名 姓名在這個範圍的第幾籃呢 剛好就2嘛對不對 所以你就把這邊填入到 填入2 OK 那最後一個就是range 意思是說 那你找的方式是要完全一模一樣呢 還是如果找不到 的話我幫你找接近的呢 如果 所以這邊輸入2 我要找第2籃 然後 如果輸入0是要一模一樣 如果找不到的話 他會出現錯誤 但是如果你 輸入1的話 如果找不到他會幫你找接近 比如說沒有005他就會幫你找004 把004資料帶過來 這一題大概我們用00 我們用零好了 一般是習慣這樣 OK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特別注意喔 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eSale你不會VILO函數啦 那其實你等於不會用eSale 真的喔 我看過太多了 很多企業裡面 這個一定是最基本的 那當然還是有些東西 VILO函數無法深認的 你就要去想想看有沒有其他的函數可以解決 OK 好了之後的話 那我們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呢 他會幫我把005裡面的這個 劉宏君帶過來 那如果你今天把005改成004的話 因為他上面更改了 那底下是照上面的來 來找嘛 Enter 你會發現他把什麼 張宏才帶過來 有沒有 如果你輸入其他的 顧不顧名是003的話 有沒有 吳丹雅 是吳丹雅 那問題是再來底下 總銷量 明示跟業務水準 那實際上 這個地方呢如果你要把其他的欄位帶過來的話 其實最關鍵的地方應該在哪裡 這個這個都一樣 有沒有一樣是查這個 一樣是查那個範圍 差別只是說幫我帶過來的是 這邊是第2欄 有沒有他在第2欄 這個是第3欄 第4欄 第5欄 所以其實 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複製起來 貼到這邊 改成3 改成4 改成5 就OK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這個的話 當然這邊我就直接把這個公式複製 取消對不對 然後怎麼樣呢貼到這邊 改一個這個2 2就是指的是第2欄 那我要變第3欄 幫我把總銷量帶過來 打勾 有沒有總銷量是不是003 是這個 然後明示的話呢 003那就變2 3 4 有沒有第幾名第6名 OK然後呢業務水準 然後業務水準的話就是第5 所以這邊把它改一下第5 打個勾 OK 這樣就大功告成 所以001 Enter一下 有沒有001就帶過來了 但是這邊有個缺點 如果009 你說008 對不對 Enter 它會出現這樣 錯誤為什麼 因為找不到 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剛剛這個是用0的話 它會是錯誤訊息 但是如果你今天把它改成1的話 因為 0 跟1 0是要一模一樣 1的話是要找接近的 大約符合就好了 你會發現 你把它打個勾 它會怎麼樣 009 它找到008了 有沒有OK 所以差別在這裡 這邊的話呢 裡面可能就差別 那我們還是預設先用0 就用0好了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來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特別是 這個至少你 有學過一次 你不要說你不會 VIRUS 這個VIRUS 非常 非常的重要 無論你將來要做任何的報表 真的工作裡面 你再怎麼樣 其他東西不會 VIRUS 你一定要會 不然的話 你工作 連要 做報表給老闆看的能力都沒有 你要做報表 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會VIRUS 而且要非常的熟 如果你要更 你要能夠效率更高 就是把VIRUS 做到已經如火存清了 你就做報表 第一個動作應該就是 至少 初步是 沒有問題 但是不是說你 只能 只會這個就可以了 就可以混口飯吃了 你還要會更多 OK 如果你會更多的話 你工作上會 更加的 得心應手 而且 因為你 會更多啦 你會發現 做起工作起來 其實是一種非常愉快的經驗 而且會相對有成就感 你會更加有衝勁 因為其實是一個正向的循環 不過前提是真的你在未來工作你進入社會之後 你所將面臨的就是 你在這個社會裡面你有沒有一定的專業技能 如果你很多東西都不會的話 說真的啦 你的 你的社會價值就會慢慢 相對的 沒有 比較不容易被凸顯出來 即便你會的東西 你知道你學過的東西很多 但問題是 你要知道現在的時間點 現在時間點是現在 然後呢 一般的社會跟公司他要的就是現在跟未來的東西 但你會的東西剛好是過去 而且是幾千年前的東西 那當然如果時空上面來看的話 時間跟空間 其實會差異是還蠻大的 所以你會發現 像我以前 曾經畢業的時候其實就會有那種力不從心的感覺 感覺我學這麼多東西 我還真的很想要把它拿出來用 但是實際上真的是要把它拿出來用 還真的是 會很有那種 唉 這個力不從心之外 還力有未待 OK就是 想要做一點事情 但是不知道該怎麼做 不過後來發現 用的最多的就是在那個 就是什麼 文字能力上面 我發現反而我們寫文章是比較沒有障礙的 所以像我 為什麼 人家很容易找到我 因為我網路上至少有寫了上千篇的部落格文章 OK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也很 願意分享 我們我上課的東西 而且我的表達能力應該是還 至少我覺得跟 其他的老師比 就是 非 呃 非文章 就是 就是他是 理科方面老師的表達能力 跟我的表達 我是覺得還是有落差 我覺得我至少 我講的至少是比較相對的 可能就是說 不一定是那麼的精確 但是至少我會懂得怎麼樣 找應該是 目前是比較 還很難找到的 OK所以 呃 至少你要 把你所學的啦 你要做出差異化 我覺得 還是有一些要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比如說純學 純學理工的人 他如果沒有不能夠結合一些人文的 素養 OK 或者是說其他的一些 這個這個比較 軟性的東西 都 假設都死板板的話 或者是冷冰冰的 我覺得一般還是沒辦法 就是打動人心 盡量能夠結合一些 跟人有關係 甚至有點 感情有點溫度 或者是說一些 比較能夠 觸及到 人的那一個 那一部分 OK 那感覺會是不一樣的 OK 所以我上課我盡量還是強調 我先問 先給你們一個邏輯 然後呢 在很流暢的敘述 到底告訴你 你中間應該要 怎麼樣去做 而且我不是說我直接就告訴你 你就這樣子背起來就好了 我其實非常排斥 叫你就知道把他背起來 因為你把他背起來 你將來還是不會應用 OK 所以盡量還是把他講的 越淺顯易懂越好 這個當然 不是說憑空而來的 就是你還是要 第一個 你要有 電腦相關資訊的素養 第二個 你要自己要培養 你自己有沒有辦法有這方 就是說 至少啦 敘述上面的素養 敘述裡面當然包含就是 口語的數敘述 另外的話還有文學上的敘述 文字上的敘述 還不到文學啦 因為我們其實寫部落格文 真的還不太需要用到什麼 很高 高超的文學的 技巧 你比如說你還用一些什麼 修辭技巧 什麼擬人啦 擬物啦 等等的 什麼 像以前那些技巧 說真的 都其實暫時還沒有那麼 那麼的深奧 就是要把它 給實際上做出來 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一題做完之後 待會其實還有一些東西可以讓它變得更好 包含就是說你剛剛輸入公式 其實 你要輸入有四個欄位 你要做四次 你要貼四次 但有沒有辦法一次就完成 向下拉 自動完成 另外的話呢 編號有沒有辦法變成下拉清單 OK 待會我們再來看 多